作曲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去國外念書的時候 心境上可能比較寂寞 或有一些壓力就必須要有一個 代表自己的東西可以有一個成型出現 當時剛好整個環境就在 學校剛好在森林 公園裡面 附近就很多森林 很多樹林 當時就會在思考作品要畫什麼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外面走走 在公園裡面想東西 就觀察到很多這種在整個陽光線底下 就藍藍的一個陰影的世界裡面 然後自己坐在裡面 就覺得那樣的環境讓我覺得很舒服 那也許現在就是剛好我們那個時間點 我的心裡想要表現 想要進入一個世界 我就把它轉化到我的作品裡面 在念書的時候就心境裡面 對我來說壓力就少一點點 那就有一些未來 對我來說有一些希望 有一些現在想要做 我在努力 我看到更好的一些東西 所以在看到顏色器裡面 我就會覺得 不同的空間就會出現不同的顏色 所以作品裡面看到影子的時候 我就會去思考說 它不同的形狀 不同的時間點 可以代表我不同的心境 那我想要快樂的時候 我是不是晚上去看一些 比較燈光閃爍的狀況 或者是夜間跟大家去 就是飲酒做的在櫻花樹下 日本很喜歡在櫻花樹下喝酒 光線在不同的狀況 其實在影子裡面其實還會出現 一般的灰階之外 它裡面會有一些細紋光 一些光斑的效果 然後裡面有一些反射 一些折射 所以這樣對我來 就是看到很多很多 就是也許就是 心地上覺得它就是希望